大家都知道蕃茄有益 而蕃茄醬全部都用蕃茄做的 你不会觉得吃蕃茄醬更方便 因为已经有了调味 又不用自己去煮 随时用来点薯条或者用来吃意粉 用来做任何东西都很方便 但其实如果真正以健康这个问题来看蕃茄醬 其实真的不适宜吃那么多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添加剂 为什么蕃茄醬唯一的用料是用蕃茄 都会有添加剂的呢 因为在材料方面 如果我们要制作大量的蕃茄醬 你不可以把每一个最新鲜的蕃茄 拿出来这样用 你会大批买回来就这样去做 这个蕃茄醬 那当然其中就有 不是那么新鲜的蕃茄在这里 第二样东西就是颜色和质地方面 因为以后颜色每次都是一样的颜色的话 你颜色素加进去保持它的颜色一定这样的水准 一定不可以避免的了 这个食用色素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 政府规定说这个可以 那么我们会用这个 但是有很多的不发商人 他并不是遵循这个卫生的条款 他会用一些比较便宜的颜色素 或者是那些工业的色素 那你吃了就对身体有害了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因为这些蕃茄 它是有它的渣子 也有它的水分在里面 那么有时候番茄多些汁 有时候比较少些汁 如果你想它那个酱料 它的质地是滑一的浓度 稀度是一定有一个质素的控制的话 你一定要是加这个 这个增调剂 或者甚至加些鱼化剂 令到它的质性永远都是一样的 那么所以颜色和质地方面 亦有一个的添加在这里了 第三样东西就是要保持它的味道 不会过酸不会过甜 又不会淡味 没有什么的鲜味 那这些盐、糖、香料的味 各样东西一定加了很多 才可以确保它的味道 每次一样 那么所以呢 又又添加剂了 而另外就是因为食物做好 不是立即吃的 所以为了保存长久期 它一定要加防护剂在这里了 虽然它这些添加剂 防护剂、乳化剂等等 可能都是合法的 但是如果你长期积累 这些都可能会影响我们健康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有时间 不妨自己试试做的 其实是很简单的 那你当然是买最新鲜的番茄 选择最好的 那你洗净之后呢 你可以保留皮 或者你有些人嫌它的皮 是比较上令到那个酱料 有时有些渣在 不喜欢的 你会撕掉皮 但是我为什么会提供保留皮呢 因为茄红素就在皮那里的 如果你把皮去掉了 你是失去茄红素的很多的成分 那你可以保留或者不保留的皮 随你喜欢啦 那你切开了它之后呢 里面有很多的核在里面 有些呢 盐它硬牙 不是那么好呢 就会撕掉那些核出来的 但是如果你要整体的营养的话呢 就保留皮 保留些核 总之呢 把它切开小小块之后呢 用小小的油 不要很高温 就爆这个的番茄 一路爆一路炒一路爆一路炒 直到所有的番茄都 都溼水 没有了 而它成为一个一坨东西的时候呢 这个番茄酱就做好了 那你可以将它继续用慢火 一路这样去 一路这样令到它是更加均匀 那就造成这个番茄酱 那你喜欢呢 可以加少许的糖 少许的盐 去调这个味道 是有很多的朋友呢 特别糖尿病的朋友 是不吃得番茄酱的 因为它的糖分很高 那如果你自己自制的话呢 你可以尝尝了 不会因为太甜 而不敢吃了 那不过要记住 这个因为没有防腐剂 在这里 所以你做好之后呢 在一个星期之内 就要吃光 还要放在冰箱的 那你自己做呢 就是安全又健康 而且糖尿病朋友 都可以一尝番茄酱了 那你自己做呢 你自己做的 就是你自己做的 你做的 那你自己做的 不可能 就知道 在这个原因 你给你一些